会把他的爱带在心坎上 所以寄星灯场能量昂扬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楚秋华师姐 抖六层大医院的社工师 那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好 宣布 那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楚秋华师姐这样的一个文宣 是我们的花莲的张文代师姐 而这样的一个美编 是由我们高雄的 我们的秋怡平师姐 所以美编文编棒棒接力 就展现这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能量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请文代写 我说文代 我们的爱心商店这个部分 是从花莲袖珍师姐 运镜师兄他们开始发起的 你人在花莲 所以就由你来写这篇文章 他马上也答应了 那我们高雄主场的家人 今天你会拿到一个爱来临 是我们楚秋华师姐设计者 然后亲自带来给我们 他其实带了两份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连我身上这个别针也是带来 后来我想做这样子 下个星期你再来 我们才会给爱的别针 今天先给爱来临 但是都是楚秋华师姐帮我们带来的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因为他的姻缘 所以来认识什么叫做玉力医疗 2019年初病主法正式上路不久 大龄祠院医护人员齐聚宣导玉力医疗 那一年的生日 自己就签署了这个玉力医疗决定 当作是那一年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我的医疗我自主 尤其嘉义偏乡的病苦长辈多 四年多来 我们每一年我们所签署的这个自主医疗决定书 大概是都占我们整个嘉义线的一半以上 很多病患的痛苦延续来自家属的无法放手 病人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 随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 病人自主全立法 有别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不再受限于末期病患 试用范围扩大为不可逆转昏迷 永久植物人 极重度失智和政府公告的五类重症患者 并且针对维持生命的医疗方式 提供更明确的选择 41岁的陈医师在家户病房和死神拔河10年 如今他是玉立医疗的迁属者 我或者是我妻子都会想说 我们只有生一个儿子 那如果是说在要他去背负这种 就是决定要不要继续让自己的父母亲接受 维生医疗 这样子的决定我觉得是有点残忍 玉立医主以身作则 林副院长和太太梁双双牵下 我们的儿子跟女儿就会做我们的见证人 太太楚秋华是成大医院抖六分院的社工师 当时我们成大医院其实很不高 因为没有一时愿意做 那我就主动就跟院长说 说像大林慈激医院已经都整个诊件都设计好了 而且全团队的人都投入 我就是争取了一笔钱 把医院整个智商室建造起来 如果今天要玩 有时候来的时候还蛮严肃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门诊 他每次躺完之后 大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 真正的爱也许不是强留病塌 而是放手祝福 好 我们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虽然秋华师姐是在最后面 才跟明南副院长的出现 但是其实让我们所有人去知道 玉立医疗 而且在成大这个部分呢 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推手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情友团闪亮亮的一整盘 您认识袖珍吗 今天第一次看到 对 你要麦克风 今天第一次看到 您知道袖珍她非常的忙碌 她在2021年的12月14号 就是有来主场去分享 这样的一个爱心商店 是由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运镜师兄带着他们做 也就是因为她找对了一个人 叫袖珍 所以现在才能遍地开花 然后当时我不瞒您说 运镜的时候她有找我 因为我们有美编 她就说我们即将做爱心商店 要不要设计一个 for我们的文宣 后来我们有设计 但并没有采用 后来她采用你这个 那我们觉得这个很赞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赞 因为简单明良又占就放着 但是其实我一直听说是 灵妇的夫人 但我心里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 我就想说改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邀约秋华师姐 利林来跟我们讲 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设计发想 爆演发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其实这一天是我选的 为什么 因为2024年的第一次的读书会 就让大家从爱 然后开始来出发 所以其实我是想她想很久 只是她不知道 但是当你的文宣出来的时候 她非常的忙 可是她从花莲 马上她只有一个想法 她要亲自立临主场 来见这位设计本尊一面 表达感恩 你看这中间 有没有很多温情的爱串联起来 那说真的 林副院长 她不止一次今天来 她之前也有来过 她的分享我们就常常听到 但是我要说 今天我是先想到你们夫人 才想到你的 就想夫妻一起来 平常呢 她走爱 就是大爱行天下 一定带着他们家夫人 这不容易 各位你想想你们家的师兄 有去哪里都带着你吗 突然发现很羡慕他们 那为什么她能够带着她 为什么她带得出去 因为你看一来 大手笔 所有的礼物全部带到 而且乱我们软心窝 大家已经看到我这个红包 你说 那我们来第三次 1月17号会不会再发这个红包 不会你想太多了 但是 这些所有你喜欢的 其实它是有专利设计的 然后我们私下联络 都可以请购得到 来加入这份力量 那今天来到现场 她没在手软的 就是给我们一个 这是一个灵 请台下的也都拿起来 好不好 我们待会即将会进行 这样的一个合照 这个你看这个爱 然后这个有灵 你想想叫做什么 爱来临 给自己再讲一次 爱来临 你看 2024年一开始 就给我们一个爱来临 然后还有一个让你们羡慕的 各位 我这个别针 你也有一个 下礼拜来临 你不在我们会发 你放心 下礼拜 有这一个别针 然后我们的美国方文师姐 方文 她为什么没有设计方文 方文那么重要 方文你来 抱歉了 抱歉了 我们的美国方文师姐 知道秋华师姐要来 她就讲说 可不可以请购一些带回去美国 所以 她就把爱来临跟这样的也带回去了 请购 自己请购 然后带回去要做结缘 所以全世界都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看到这么多的温暖跟爱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 她这个好特殊 请拿麦克风说 如果想说 我今天既然来了 只要我出现的地方就要有爱 所以就想说 我今天应该讲的就是爱无量 所以今天就收一个小小的礼物留在这里 下面有一个无量 爱无量 她刚刚有跟我说 我有带一个爱无量要送给你 我就眼睛一亮说 我的比较特殊 我的爱无量 要不然你们羡慕了吧 但是放心 我的爱无量不会带回我家 我要摆在上面 然后我有把我的相片给她的时候 她就说 哇 你被爱包围 我说对啊 我们都是爱的啊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 我们的秋华师姐即将呢 要跟我们讲 爱来临 爱无量 因为爱 所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所有人请回座 感恩 谢谢秋华师姐 谢谢 好 可以了 我马上 是 马上 是 亲爱的上人 鸡舍师父 及全球慈祭家人 大家好 好 我叫楚秋华 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慈圣 其实就是因为爱 一切的因缘都是为了爱 其实我是第一次站在这里 我比较适合站在台下 因为我没有很厉害 那我没有很厉害我就开始了 那就上来吧 我家师兄就跟我说 我可能整夜都睡不着 真的 因为我看他完全没有准备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 那总之没有很厉害就要开始了 好 那这是我的基本资料 我是2012年受证的 那我是做了30多年的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医疗社公司 那因为我是公务人员 所以没有在慈基里面服务 那我的同修比我有名 大家都认识他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太认识我 因为我知名度比较低 然后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我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 那我觉得我很渺小 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的笔名就是小草 一直到现在 小草实在是非常的小 可是后来人家跟我说 小草实在并不小 那很快那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个成长跟蔓延 那今天就分ABCD来讲 把握时间 那第一个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怎么耕耘我的梦想 那其实我从小就当艺术家 因为我当了20多年的学艺鼓掌 我参加过无数多的比赛 可是大学的时候因为 应该是考试考得太好了 就考到台大社工系 那因为我就是觉得那个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人家说社工就是 可以帮助别人的系 所以我就想说 法律系不要读了 我来读社工系 所以就是这样 社工是一个助人的专业 那我也觉得很棒 真的是选对路了 30年前选对路 那艺术跟爱的种子 一直都在我的心中萌芽 那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会参加很多的比赛 那这些应该都是跟医疗有关的 总之这些都不重要 就是我愿意去做 我的能力很小 可是我都会比别人付出更十倍的努力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因为我的工作 所以我有画了一些图 然后我也设计了四家医院的 安宁病房 太平间 菩提区 老人病房 大爱花园 器官捐诊区 还有汤伤 整个医院的景观 现在还继续在做儿童癌症病房 我会觉得 去什么力量 我会去做这些事情 这跟我社工有关吗 原来是一个艺术的种子 一直在我心里 那当然我也很荣幸就是 后来我设计这个爱之后 就是去申请了一个专利 那当初专利只是为了保障著作权 那我以后比较好发挥 而不是说我去模仿别人这样 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历程 那大概就 主要是因为 一开始是我的临床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都是做重症病人 就是癌症末期 就是生命摧尾的人 脑死的病人 要去全目器官 我怎么样陪他们 善终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 那当初要做这个历程 是因为我在的医院 他要做一个 纪念器官捐赠大爱延续的一个地方 都没有人愿意做 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就说我来 我来做 因为我的病人来很多都是从国外来 不小心在台湾发生事情就捐赠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是超越国际的东西 那这个是很有名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是二十世纪一个非常代表 世界的公共艺术品 那在全世界的大城市 那我们台北也有一个 那当初我们医院就是要买这个 后来才发现它是天价 所以我决定发挥小草的力量 我就说我来 那后来我就做了 然后又拿到专利 那个这就是2015年的8月1号 这一个装置艺术就正是175公分 是在室内的 就是让爱发光发亮 这个是大的艺术品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起源 一切都是因 就是这个因 那本来这个艺术品大大的 它不会动 它就是站在那里 我一辈子也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爱是会动的 而且全世界在动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个就是一 我的起源就是这个1 当初不为什么 只为了纪念我曾经帮忙过的 将近360位的病人 他们的往生 然后把大爱的精神 永远就是去救人 然后延续在这个世界上 一爱人间 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我的1 就是 其实它当初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 那个LOV这一个 因为它只是一个 那个标志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我怎么样做一个本土化 加国际化 然后让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 就是做这样 所以 大家看到了LOV 举世皆知 看起来像一个爱 可是它并不是爱 也不是爱 就是很多的爱 然后中间有一个 倒八的数学无限大 学过数学人都知道 小时候不知道多大 就是一个无限大 那我们有一个宝盖 宝盖下面 有一个数学无限大 然后连结的爱心 代表我们的心宽是无限的 爱无限 那下面有一个大大的人 然后又看到人 外面一个大心里面一个小心 其实就是有情众生的意思 它象征爱心满人间 所以整个的含义就是说 用无限的爱来造福这个人间 让这个爱满这个有情世界 那就是有申请一个专利 那很高兴就是 因为我常常要出国 然后口才又不好 然后要见全世界那么多人 所以就有很多的好朋友 那也很多的慈激家人 就帮我翻成不同的语言 有中文 西班牙文 英文 意大利文 阿拉伯文 韩文 日文 还有简体中文 然后也希望今天之后 有可能又很多文会出来了 让我可以更多更利用 那再来就是谈我的职业 其实刚刚讲是我的梦想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的工作 因为社工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接触一些生老病死 贫苦无疑 被放弃的 然后被遗弃的这些 那我就觉得很棒 这样我常常会用爱去疗愈我的对象 那我也希望我用爱 第一个 我帮助别人其实就在帮助自己 那我点亮自己也是在照亮别人 所以我就是把我这三十年来 尤其这近八年来 当这个爱产生之后 近八年来我觉得 我的人生有很多的转变 那再也就是也很感恩 这是三十年前 我刚好三十年前 刚好1994 现在2024 三十年前的某一天 我是在台大儿童安宁病房 台大的儿童的病房 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渊源 那时候我不知道此际 我也不知道上人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病人 十五岁的病人 他整个房间都放满了近思雨 那这个小孩子呢 他就是已经生命摧毁 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就是他要去见这个近思雨的作者一面 他给我这样一个梦想 想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完成 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到金社去 说我们有一个小孩子要坐车到花莲 要见师傅 这是他 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圆梦 可是他很 应该是时间不多了 可是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坚定 他一定要去 所以金社就答应说好 你们过来 结果没想到我们要出发的前两天 准备好所有的药品要出去的时候 金社打来说 上人要亲自过去 那你们不用过来 哇这一下 我们就觉得 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喜极而泣 那这张照片是我去接上人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认识慈器 那就在那边等电梯的时候 就旁边有人跟我说 你要不要跟这位师傅合照 我就说好啊好啊来合照一下 就这样子 就没想到真的十八年后 我归一上人成为他的弟子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棒 那这个上人这一次去见这个小孩子 他是就是上人到他的病房之后 其实他就是已经很虚弱了 可是微微张开眼睛 然后上人就是鼓励他说 你就放手的飞吧 不要执着 然后也劝父母亲要给他祝福 一下子他就往生了 就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往生了 那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是 我带着上人走出病房的时候 整个病房 我们小儿癌症大概都三四岁 头发都是光头的 然后就是一排就是在等上人的祝福 上人就一个一个过去 然后送结缘品 然后摸摸小孩子的头 然后那时候觉得宗教的力量 是这么充满了爱这么温柔 又这么样的 有这种很强的力量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 可是在我心里应该是有一个种子吧 不然不会变成他的底子 然后因为我又是做器官捐责 那时候其实我是2012年才受症 所以那时候其实早期在做工作的时候都跟 其实就是不懂得瓷器啦 那当我受症之后 其实我知道瓷器常常都在做那个 骨髓捐赠的厌血建党活动 那我都会想尽办法要去跟瓷器合作 我想各大医院都想尽办法要跟瓷器合作 因为瓷器的能量很强 才会吸引更多的人 那这时候我刚好是皈依了 那时候就是觉得慈悲洗舌广结善缘 就是我觉得就是以慈悸为荣 所以当然跟慈悸在一起就非常的开心 那这个就是我在程大医院的创造 那本来做这一个爱是因为我要抚慰伤痛 因为这么多人 这么多家属把他们家人的器官捐出来 让他们一爱人间 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大爱纪念区 很大的一片来纪念他们 本来是抚慰伤痛 不过发现当这个大爱区 它里面其实有十面墙都是我设计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就没想到说 它其实会带来正能量 它反而是一个充满幸福跟希望的地方 像前面这些都是器官捐赠的家属 跟受证者 他们常常会来这边思念他们的家人 那我们也会在这边去感受说 他们这么有福气 可以让他们的家人去救这么多人 所以是没有悲情而是充满了爱 那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参访医院 他就就是一个医院认定的公共医术 必参访之地 所以我也觉得很荣耀 常常这一次出国的时候 在国外碰见瑞典的理事长 他竟然说这个爱我知道 因为我曾经到过台湾的台南 就是说原来爱是可以这么样的 就是默默的就可以这样传播出去 那就是我到偏乡 这也是我发愿的 我当做了这一个大爱纪念区之后 我就决定下乡服务 到偏乡去 那个这个都是我的病人 我的病人大概就是 就是默其病人 那我都会 因为我比较 有时候静静地陪伴 或是要去陪伴病人 安慰病人都不知道说什么话 可是我觉得这个爱很神奇 当我拿爱出来的话 就是不是他们会大笑 或是抱着我就是会大哭 而且我有做过一些就是实验 就是说很多都不认识的阿公阿嬷 我们就会想说 等一下送他爱的时候 他大概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通常家人都会说 他就不要理啊 结果只要我最近有好几个95岁96岁的 他一拿到都说 我也知道这个叫做爱啊 我爱你啊 所以就说 他其实好像是共同的语言 他不需要认识字耶 他好像就是知道爱 那就是上人也告诉我们 苦难的人走不出来 那我们有福的人走进去 所以我觉得我都是翻山越岭 到居家去做安宁照顾 所以病人走最后一里路 那我也觉得我常常 我不会开医药 可是我会开一个处方 那个处方叫做爱 所以你看我的病人 每个家里的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的爱 然后房间也有不同的爱 然后他们会放在他们的床上啊 挂在他们的点滴上啊 抱着爱睡觉啊 就是想尽办法 那像右边那一个是米老鼠 那个叫好爱你 那个是我在儿童癌症病患 我每个小孩子会送他 那小朋友每次看到这个 就会跟着我说好爱你 好爱你 就会融化到我们的心啊 所以我觉得爱很好用 真的是一个处方 那爱也是最好的礼物 像我会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一些医护人员 我们也都会以爱结缘 然后上面那一张是我办的医力医疗门诊 我的医力医疗门诊 其实已经预约额满到不知道几月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健康的时候 我们为我们自己做下一个决定 让我们自己能够尊严往生 那这些 只要每个病人来看我的门诊 都会有爱的礼物回去 所以他们都很兴奋 然后这边就是那种癌症的小孩子 我会扮成红鼻子社公司去关心他们 他们身上也都会挂着我的爱 或是带着爱乱跑 所以我觉得爱是最好的礼物 不管在医疗上 然后这个是爱的力量 这也是一个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当初我决定我要去偏乡做安宁的时候 我需要有一个实习生的实习一周 那时候找了很多医院 大家都觉得很麻烦 不想收我这么资深的人 所以后来我就拜托大龄磁器的护理长医师 灵妇收我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感恩 那时候我的爱的作品还没有出来 不过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有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的地这么大 可是你们的病房看起来有点旧了 而且不太温馨 我希望我有钱的时候 我一定会回来改造你们的病房 这句话说下去 我隔年爱的产品就出来了 我就带着爱说 我们一起来改造整个病房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爱的周边产品 我们就开始画设计图 开始弄 然后发现钱都不够 那个爱一个卖10块20块 根本就是一箱一箱在卖 我的志公主也是每天都是这样一箱一箱 我就觉得高雄应该也很多 高雄也来认你 就是大家用买爱的钱想要来 盖整个菩提居 沐浴 就是我们的新年走廊 休息区 沐浴室 菩提居 等等的 就是我们要圆满这个大爱的新年路 那一边弄就是一边没钱 就赶快一直在卖 就是以爱来建造这一个空间 终于 已经过了一年 爱让生命亮起来 所以现在大家欢迎来大陵的这个新年边外面 这边看到土耳其的师兄 师姐 光宗师兄 然后下面是龙医师 从莫山比克那时候刚回来 然后上面是我们美国的绿龙师姐 她那时候来特别 因为那边有一面墙 所以我们全全球各地的师兄姐来 都会在这边签名 签自己国家的文字 绿龙师姐也很棒 她那时候来了之后就说 她要在二瓜多建那个教堂 就叫我说 我要不要赞助一下 我寄了两千个爱曲 我来不及把那张教堂的照片放上来 今天我请她上线上 然后再来 其实另外一个是我感恩我的母校 所以我第一个作品 第二个作品是在户外 那这是我目前做的最高的一个作品 她是花钢石 然后她是在有将近两公尺高 她是在我们母校99年的时候 我想就是让这个爱能够提醒校园的人 要爱自己爱别人爱家人爱我们这个世界 爱我们这个宇宙 这也是我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一个校友 可以给学校的一个礼物 那再来呢 就是这也是我在圆满一个病人 因为我有一个病人87岁了 就是我是居家长期的病人 然后就是都默默不语 就是心情很低落 然后就是准备 就是家人也不敢跟她说病情 那有一天我就带着爱去看她 然后当我看她拿过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只能告诉她说 我今天有住一个礼物要来送你 当我拿起爱的时候 她就睁开眼睛 然后很认真的告诉我 I love you 然后我就问家人说 她平常说英文吗 我说没有 她没有说英文 那我就顿了一下我就说 I love you too 所以从此我们两个的通关密语就是 谁先抢I love you 那一句出来 通常都是我赢 那她就会说I love you too 结果就是 就是这样大概经历了半年 她的病情一直不好 可是她知道我有一个心愿 我想要盖一座 在日照中心有一个花园 所以她一直知道说我在想 然后她有一次就问我说 你的花园什么时候开幕啊 我想要去散步 我就跟她说我没有钱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她就有记住了 然后就有一天 有一天晚上我一直做梦梦见她 她就在问我说 你的花园什么时候开幕 结果我召唤起来就是觉得 她一直逼我要去开幕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的家人说 我这个礼拜因为她病情不好 我这个礼拜有两天 一个礼拜会去两天 我们整个医师团队 整个我们会去调那个 镇定剂的药物 减痛的药物 然后她女儿就跟我说 爸爸昨天晚上往生了 那往生的时候 有特别交代 一笔钱要给你盖花园 就是我真的是很感动 不过经历了非常非常的挫折跟痛苦 冤方的反对 然后她就觉得这是什么心愿 然后就是 可是我们做安宁的觉得这个心愿很重要 所以我在她对脸的时候 终于把她弄起来了 然后当然她给我的钱不够 当然我可能就贴了一半的钱上去 那我也觉得说 这个已经变成 我们目前云林一个地标了 然后晚上她是会放光明的 因为她就在急诊旁边 本来一片漆黑 可是晚上她那个灯打亮的时候 是整条路都看到那个爱在发光 所以我每天下班都去看看她 我也觉得 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她的名字就叫直庚阿公 所以她真的是爱直庚 再来就是我们实际了 当然那时候做了安宁病房 菩提居沐浴室之后 我看看每次去走过去 就看到花园一片荒芜 大家都说到花园 一朵花都没有 然后病人也不爱去 就变成 那我就在想说 好我希望病人能够 我又去跟大家想说 我去找音音师姐说 我们花园要不要来弄一下 那我们全部都用环保的 环保树木 然后我来设计 然后我们再开始来 就音音师姐 立芬师姐 就大家又开始来卖爱了 一箱一箱的爱又来了 开始卖面啊 包粽子啊 然后开始设计各种周边产品 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个花园 大概历尽了两年 然后是动员了多少人 利用假日的时候 几公顿的花草图 然后 那其中我又发挥了一个专场 就是我把它彩绘一个 30公尺的大墙 蓝天白云 本来是一个乌黑的墙 后来把它化成蓝天白云 所以现在看到病人都会推床出去 那我觉得 哇他们出来晒太阳 享受那个爱的阳光 我都觉得很值得 像变成好像是全院最美的地方 所以很多常去都看到病人都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花园 有空要来看五楼 它里面有 很多我用心设计的不只是爱 它里面有福慧双修 有四无量心 有六度万行 有八正道 有十在心路 就是一个大爱之道广批欢迎 长情之路古往今来 欢迎大家来看看 好 那再来 我要讲的就是我的社会公益的部分 好 那就是 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在各种场合去 跟人家结好缘 去创造 去跟人家结缘 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 让爱与感恩能够形成善的循环 所以我会支持全台湾各个社区医疗跟社福的活动 只要让我知道 只要你开口 我通通竭尽所能 去帮忙你 那也很荣幸啊 就是 有得到一个 应该是在三年前有得到 那个社会福利总盟 有总统颁给我的一个社会服务的贡献奖 就是小小的人物啊 可是有被人家看到啊 因为我 大家也知道我都是好像也是 有很认真在做 还有国民外交 然后 然后这个点滴付出爱的能量 我也是会在各种场合 像比如说台大校友会 2000个校友全部都送 让他们手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爱 让他们把爱传出去 那中间是爱的是那个打疫苗 打疫苗因为我是第一线的 我们就是每天都穿着隔离衣 就是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除了打疫苗之外 只要来打疫苗 我都送你一个爱的心灵疫苗 所以就是在斗南联络处 也是来几千人就送几个 然后再次大爱台 也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耶稣三师姐 也是那时候 那个20周年的时候 也是送了一个爱 然后再来就是 只要有各种活动 家属的活动 我一定都会送 或是我们器官捐赠的感恩会 或是我也到幼稚园 我也到老人藏到中心去带他们画图 去做艺术治疗 那一定会加码送爱 那他们把爱带回去 再去分享给别人 那这就是爱的共振 就是像中间看到好大好大的一个 持大运动会的 也是台北的师姐 他们就说要做一个很大的爱入场 那有大爱感恩科技 可能大概每一个书宣大爱感恩科技 都会看到这个的爱 好 好 那再来就要讲爱心商店 在2019年的某一天 我记得我好像就走在路上 然后林傅就接到一通电话 孕金师兄打来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30个爱 我们想要开商店 这样 我就会想 开一间商店有多难啊 你拿30个爱要开到什么时候 开商店有这么容易吗 我就说好 好那我先记30个过去 然后把档案也给你们 让你们去做帖子 只是一个 我原来就觉得不太可能的事 然后我不知道之后 就一箱一箱的来 每次师姐就跟我说 一箱又用完 你再记一箱 你再记一箱 我现在已经数不清 我到底记了几箱 因为那时候他都会跟我说 这是第几箱 这是第几箱 我都觉得那没关系 我是觉得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 怎么这么多人 所以这个就是开始 从一声无量的开始 那我现在我都会关注全台湾的爱心商店 我就觉得好感动 怎么 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一种我看不到边际 无量无边 就是原来一个 然后你看就是大家 都是这么样的发心 越做越搭 然后这是海外 你看那个马来西亚拖着一个很大的爱 在路上走路 然后美国 然后这个是泰北第一家 然后再来我要讲的就是国际传爱 大家看到就是有全世界各地方的爱 就是我把主人 这个也是有专利的 我是希望我能够爱撒全球 小草丛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只小草 竟然觉得想要撒爱 我也觉得为什么会有正量的力量 只是觉得我有任性 然后就是愿意去传爱 然后现在已经到五大洲 超过一百二十个国家 在这八年之内 只要我到的地方 或是我师兄到的地方 或是任何慈悸人到的地方 那其实我要开始讲就是法国恐怖事件 我的爱是从这里开始发起 发新的 那时候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要去参加世界气候高峰会 结果大家都不去 只剩我们两个要去 那我家的也反对 因为生命这么多危险 你们两个去干什么 结果那时候想说 我既然要去参加慈悸的活动 那我就自己手作 你看我们就看到上面写 I love 慈悸 然后我用手作的铁的下面 然后配着平安这样 结果这时候去之后我就发现 原来大家都需要爱 因为一下就被抢光 这时候我回来就开始脑袋在想 我怎么样把它量化 我不要手作 那个做一个很辛苦 我做200个做得很累 这时候呢 尼泊尔的震灾的时候 我就去 这是我第一次把我的东西拿去 就是带了好几百个 五六百个去 一下就被抢光了 那我那时候去就觉得 大家看到我都叫我 Maya Maya 原来尼泊尔这个字叫 爱叫Maya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很高兴的叫Maya Maya 哇大家 我那时候觉得开始化苦为乐 就是说 我们把爱送出去 其实他是可以拔苦与乐的 后来又 我第二次又去参加他们的圣章基金会 你就觉得这些人 他们都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灵妇也到那个佛陀的故乡 南比尼 他去那边 然后送给佛教总会的会长 一个爱 那现在我们也要翻转南比尼 是 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缘 就是不分宗教 我们到梵蒂冈去 然后 借着慈祭的团队送给梵蒂冈 教宗 还有教廷 还有所谓很多的师父 就是一些小的平安的挂士 所以现在梵蒂冈的 教宗的办公室 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生命是爱 自由与和平 把它翻成意大利文 好 那这是爱是最好的药 就是发现一诊的时候 开始很多人 有一个处方也叫做爱 那时候在墨西哥 听说 大家比较之下 爱是最多人要的 大家都不要真正的要 都要那个爱的处方 好 然后就是爱满地 这是 就是美国一个地方叫爱满地 那时候就是美国的总会 然后那次去活动 也是带了两千多个爱去 三个皮箱都已经都 轮子都断掉了 就是想说趁机会把爱带出去 然后这是我新加坡 一个很大的爱 这是国际 就是那时候觉得 他们原来就有LOV 来台湾发现 他们需要一个爱 所以我背着一个88公分的爱 然后用特殊通关的方式 把这个爱背在身上 然后带去新加坡 然后由院长开幕典礼 下面这个是新加坡的青年人文中心 然后世界充满爱 就是 反正就是全世界的 土耳其 德国 美国 尼泊尔 新加坡 约旦 马来西亚 还有最近去的奥地利 就是会用不同的场合 跟大家结缘 去见他们的 好 那再来就是各种 这边就是讲一下 就是 有一个 为什么我的爱到 一百多个国家 就是 就是 有一次那个世界 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好 就是 有一个世界学生联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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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等一下 您继续讲 好 我继续讲 一分钟就讲完 就是 有一次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 世界医学生联盟 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来到台湾 一百二十个国家 一千六百多人 这时候我就 灵父就抓到一个机会 他要把慈祭 让一百二十多个国家都有 所以这时候我就是 结缘一百六十份 然后他们每个人 一进到台湾 他们每个人的床上 都放着一个爱 然后都是特别版为他们做的 我们就是在想说 让他们知道慈祭的爱 这就是在国际这种传播上面 然后健康分享 就是与世界各国的肯雅的土耳其 还有上比尼奥地 反正就是我会 就是国际会议都会碰到好几十个国家 那再来就是要讲爱永续 这就是透过我的那个 那个 灵父的力量 我们从今年开始 爱都转成绿色了 因为我们绿色走到世界高峰会 都是绿色医院绿能环保舒适 原来是绿 我发现大家很爱绿色的 他们都有代表纯洁 绿色的有一个特别版在他身上 很多人要 最近很多马来西亚的师兄姐 他们觉得在马来西亚绿色才是最纯洁的 所以好那最近最后两张就是 最近爱撒波兰 波兰欧洲的师兄姐 透过各种管道送到乌克兰 他们在东令发放 那颗圣诞树是全部挂上爱 然后他们也送给天主教明爱会 还有市长 然后就是 他们觉得爱是共同的语言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说语言不太通 可是一看到爱就会拥抱 他们跟我说两千个爱根本不够 因为大家都在抢 所以他们每个人身上有别的一个 跟那个小小的爱 然后最近还会再送过去 那我总之我的结论就是 我没有想象说 一会生无量 无量就从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间商店 或是当初是一个 我觉得想要为病人做的一个事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了 那简单就是告诉他 有一首歌叫 我们持续有一个把爱传出于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一部电影 你只要当一 你愿意跟三个人分享 三个人愿意跟三个人分享 再来跟分享 一三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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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乘以到二十一次方的时候是一百亿 你们知道全世界现在多少人吗 八十亿 所以我们只要愿意跟你旁边三个人分享 再请那三个人再去分享 你只要分享二十一次次方 我们就已经爱撒全球了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一 我们都愿意当那个一 然后我们愿意去跟三个人分享 很快我们就超过一百亿了 好最后一句禁思语跟大家结语 我们一起念 世界最牢固永恒的爱 就是人人心中的大爱 感恩上人禁思语的勉励 好感恩大家 哇 嘴你爱爱爱不啊 基本上 大家之前 也许刚才秋华师姐讲说 我 她她比名的小草 小草有一首名歌 大逢起 把头摇一摇 欲停留 所以小草她其实是非常 非常不容小看的 所以我在二十岁写下 给自己的座右铭 人可以没有权力 但要有影响力 我觉得小草师姐 就是做到最好的一个代表 你看极短2015年 这样的一个想法 到现在就仅仅八年时间 爱遍全世界 之前也或许 你对林傅 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今天开始 我觉得 你会翻转 圈粉无数的是 我们的秋华师姐 如果您认同 用掌声让她知道 我跟你讲 你让别人爱你 没什么神奇的 你爱旁边 这个 男人爱你 才神奇 您知道刚才林傅来的时候 她一直用电脑在做事情 因为我知道她的时间是在分秒竞争的 不恐怖 我还跟我们团队说 你要去跟林傅讲一下 待会她不可能拿着电脑 然后叫我要直接装线 我们直播 我们有时间 因为我以为她在整理这样 可是我也跟我们团队说 她也很可能在办公 因为很多的事 可是你知道 秋华师姐一上线 她马上收起来 然后脸上堆满苹果鸡 一直微笑 我就不相信她讲的故事 她不知道 她知道 可是完全崇拜的眼神 并且在感动的时候 还会掉下两颗眼泪 你看有多么可爱的林傅 哇我的天哪 这个爱是打从心底 爱在一块 以前我们常常拿到爱 然后今天听完故事 才更有感觉 各位你每个人要传给三个人 请那三个人再传出去 这一档这样的一个爱 因为爱的故事就传扬 但是重要的是 接下来也或许你会很想 这些爱的周边的产物 请不要说秋华师姐 我们这里需要两箱 请把对这样的东西 她一个人怎么有办法 因应我们这么多人 但是她都非常的便宜 就可以让我们传爱 那之后我们再送给人家 就像包括我今天也听了 才知道有这么多感动的串联在一起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刚才我看到那个爱无量的时候 我出去后面才看到 果真是台大的 字写得好好 她说美云师姐 一生无量无量 从一生慈圣祭祭行 所以我才知道他们的法号 高雄县上读书会 并且落下今天的日期 我永远典唱 但是放在高雄县上读书会 那 锦游师兄对大龄慈愿 是非常非常忽慈 因为他的身体一直在受守护 然后我们 敏昌师兄是今天载他们来 所以也有爱 他有没有得到特别的爱的礼物 我不知道 你那个 你那个红包 我会给我们今天高雄的口语团队 你说要给口语的 还有各位 就是丽林主场的 2月21号的同学会 我想办法给你们爱 就算他们也送 我也会想办法 我们的同学们 包括我们的口语团队 你们那个红包来 那个就是你们 我们会等着给你 那我们的月上云端 还有这一个拼出美丽 真的我觉得 你一直在拼出美丽 所以只有拼出来的美丽 没有等出来的一个辉煌 我们宜兰的詹医生说 感恩楚秋华师姐 今天的分享 让我更了解 这个爱字的意义 更感恩爱心商店的推出 我很荣幸 我在我店里也有一个 启发客人善心 赞念感恩 我们花莲的文带 对充满能量的爱字 第一眼看到就很吸睛 期待原创设计者秋华师姐的分享 我相信文带听完分享 一定更多的一个感动 然后黄金葛在宜兰 他说感恩秋华师姐的爱无量 还有云南昭通的徐晓明 爱无量福无量 那北京的姚石金 没有人做的是自己要愿意去做 这个心态是很挑战的 学习起来做别人需要的人 就是做起来 然后我发现有智慧人 就是有庙法的人 他们都是从做中学学中觉 来启发出来 看秋华师姐有智慧 源自于被人不做的 别人不做的他来做 就激发他的智慧发挥出来 那同时有英文 那 so great 我们非常 最近都用英文 她说 the desire of love love is coming so meaningful 爱来临 我觉得那个想法也很好 所以黄树莲师姐非常感恩 她说感恩秋华师姐让爱动起来 创临全世界爱在一起都在照亮自己也照亮全世界 你看花莲文带她刚才讲 她不只让爱发光发亮 如今爱来临的爱无量 已走入世界各地大街小巷大爱已流动 赞叹秋华师姐的艺术才怀于爱的能量 就是显你那个文宣的那一位 那黄金格因为爱才能结下司徒之缘 好敬佩上人慈悲味 而且完全不认识上人还拍一张照片 还是很勉强的说好啊 哪知道八年以后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姻缘 不认识上人就跟她拍照 没有 对 所以也唯有她 好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那高雄的璃圈感恩秋华师姐发挥创业 将满满的爱送至社会每一个 甲外温暖所有的人的心 也让安宁病房可以找回温度 让爱生命亮起来 大爱可以让世界亮起来 你看 哇 就是有关于骨髓捐赠的一个部分 谢谢 桃园的瑞霞 林夫人 才华洋溢令人敬佩 我也是男女中的学姐 你太优秀了 爱病人爱陌生 对啊 你看台大的 所以 非常的感恩 好 总之非常非常多 最后我念一下 我们加拿大的管兴念 人美心美善良的秋华世界 让我们聆听到一折爱的创造 希望的故事 沉浸在充满爱的氛围中 曾经在台湾看到这么特别美妙的精致的爱 今天终于知道他的创作者了 好感动 赞叹感恩 哈啰 管兴林思杰 3月13号 我留一个给您 一定一定一定 我们加拿大的管兴林 是从疫情到现在没有停过一次 跟亮俊一样 他们即将在我们11周年庆 立临高雄主场 总之方文 美国的方文 爱是日月星辰 生生不息 照顾婆婆的姻缘 走进大林池院的空中花园 真的好美 也舒心 是病人与家属身心放松的一个保定 所以 Thank you Sherry 你就 write in English Rebek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云南的杨盈 秋华诗节分享 学调缩小自己是硬道理 每天找精进 网忏悔 感恩有三支 一面镜子可以召见自己 新北市的忠律 谢谢您的回想 爱是最好的良料世界充满 真是太棒了 太了不起了 你看你已经圈粉圈成这样 各位您刚才留言给秋华师姐的 你最后一定要给一下我们的灵符 要不然他会觉得我今天完全被翻转 最后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送上这样的一个花束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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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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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到布里斯本都去住他们家 那现在我们修真 他从花莲特别赶来 然后待会要赶回彰化去看他的老爸爸 但是他说他今天无论如何 因为秋华师姐今天要来 他就是要立临出场 送上这一束花 并且他要说出心中的感动 所以爱一定要说出来 爱在心里口要开 表情大家一说明白 所以压轴在秀真师姐 替我们说出这份感动 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黄秀真 我是慈季一个很平凡的职工 然后我来到慈季31年 那我想 想像这一天已经想了五年了 然后四个月前知道 就是他们会来现场图书会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最近大爱台在拍花莲的爱心商店 导演就跟我说 你看起来就很没有自信 但是他说他对我很好奇 这么没有自信 但是又能够天天在那里陌生的拜访 然后遇到挫折 然后遇到挫折 又不会被打败 那我就问我自己 那我怎么做到的 我想应该是因为您副院长 夫妇 这是长期赞助的这样各式各样的爱的艺术 牌跟吊饰 我觉得我有被浅移默化 然后我也可以见证到花莲的爱心商店 他们看到那个爱都是非常的欢喜 而且都会直呼说好美好美喔 对那我真的很感恩 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认识他们 而且负责推动爱心商店 尤其在爱的包围下成长感恩 好 真的喔 就是一开始起那个念头 就排除万难 那待会他不是大牌喔 他真的要赶回彰化 然后把两件事一起来圆满 但是一定要跟贵人们 来表达内心的感恩 我们云南昭通的小明 他其实是把时间惊惊 他说云南是在飘雪的 他说非常感恩赞叹 邱华师姐爱撒全球的精彩分享 让我内心久久感动 爱是人间最好的良药 不禁已经眼眶滋润了 去年我也透过师姐 从台湾买回了50个爱 看来每年都要再买 来买来跟大家结缘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一个爱的话 请联络他 万一联络不上的话 请拨打这次电话联络我 然后我们希望用爱来创临 尤其在今天了解这个爱的一个设计以后 会更加明白原来爱一直都在 就靠我们一个人传三个 然后三个人在往下传的时候 就会爱遍全世界 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一位秋华师姐呢 就是大家现在圈粉无数的小草师姐 透过她的能量让爱满全世界 因为爱再次掌声感恩 谢谢学姐 我们时经也说 好请回座 我们时经也说 我也是台南女中的 现在好像每个台南女中 台大的都要把她走 都要出来 蹭一下这样子 好接下来是我们 请跟福田主题乐的一个部分 也请团队用最快的一个速度 请跟福田主题乐 好来 然后举牌的 我们下期再见